这次清明连续假期台东天气算是不错 并没有连日的大雨 不少民众趁着天晴赶快进行祭祖 在北南乡的朝安堂也出现了人潮 在我们的那个生命纪念园区那边 我们那边也是有大帐篷在那边 那他们就土葬的部分呢 他就在我们那个土葬区 我们有停车场也有广场 我们就在那边也搭个棚架 让他们在那边击败 至于朝安堂这边的 就在我们这个朝安堂前面的广场 管理员表示 近年来朝安堂规划得越来越好 有传统的藏区 也有新颖的树葬花葬避葬 随着现代人环保意识抬头 加上此地风水甚好 都转为新的藏仪观念 自所选择这个地方 觉得看了以后 这边地理环境非常棒非常好 值得把先人放在这个位置 还有清老师过来看吗 有的 我请一个师傅过来这边看过 他觉得这个地方地理非常棒非常好 如果有 相亲有这个需要的话 应该这个地方是非常选择非常好 而且这个地方规划也非常好 你看有树葬啊 有这个什么叫避葬啊 什么他们都 应该现在目前普遍的所有葬法 这边几乎都具备了 借着此次清明节的祭祖 一家人团聚 彼此凝聚情感 相信可以慰藉祖先 家庭幸福安康 是最重要的事情 东台宣布发邻张家伟 在北南乡的采访报导 我们集中在北南乡的采访报导 在北南乡的采访报导